哈囉大家好,我是Lunc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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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全新情報 這是稍找官方FB發布的全新消息 其中提到暗龍使,它將會進行下修,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這邊我們一起來看一下喔 那這邊有很長的一個公式,就有提到說暗龍使即將怎麼下修 這邊我們就直接為大家上懶人包好了 在下修之前,就是大家現在所看到的暗龍使呢 它開上主動技能的時候,它會把龍類的技能吸過來嘛 不過現在吸過來是包含原本龍類的武裝龍科 那在下修之後呢,暗龍使就會變成是 它不計算其他龍隊的武裝龍科 它只算暗龍使自己的武裝龍科 所以這個會把暗龍使實際的輸出倍率降低 所以這個應該算是下修 那到底怎麼回事,我們其實來看這個公式就懂了 在修正前,也就是大家現在所使用的暗龍使 它的倍率是 原本暗龍使的武裝龍科攻擊機值A 然後再加上其他龍類的武裝龍科機值C 然後再乘以1.5倍 1.5倍這個倍率是暗龍使使用它主動技能招來後的一個加三倍率 然後最後這一場出來再乘以1 1就是暗龍使的武裝龍科倍率 這樣就會造成暗龍使的武裝龍科重複計算 不過在修正後的版本呢 暗龍使的主動技能 攻擊加成為 暗龍使先不算它自己的武裝龍科 再加上其他龍類也不算武裝龍科 然後這個加起來再乘暗龍使開上主動技能招來的1.5倍倍倍率 最後再乘以暗龍使的武裝龍科倍率 所以修正後的倍率被犧牲掉的 有暗龍使本身重複計算的武裝龍科倍率 以及其他龍類的武裝龍科倍率 那我個人覺得啦 要改成是B加D乘1.5乘1會比較合理啦 畢竟其他龍類的武裝龍科可以算進去比較合理吧 不過呢這個震懾呢 就在2022.3版本後 會被修復成震懾 所以在以後呢暗龍使會比現在傷害輸出還要來的低 這個大家要注意喔 那以上就是這次的震懾拳啦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 如果大家想要看更多更新的影片 別忘了開啟小鈴鐺的影片 影片小鈴鐺 分享到新的影片追蹤你 我是阿卡 我們下部影片見 謝謝大家掰掰 XD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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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DDDDD